艺人高以祥近年来将演艺众心转往大陆 日前在录制节目时图昏倒 送医后宣告不治 35岁就英年早逝 演艺事业才要再攀高峰 却传出汗事 令人相当惋惜 经30日经纪公司老板王军于脸书发文 一句把人家宝贝弄丢了 让不少人听了鼻酸 王军自责的心情显而易见 现年63岁的王军是台湾知名制作人 挖角了许多在镜头前活跃的明星 高以祥就是其中一个 之后加入王军老婆邱秀珠所在的节星经纪公司 一路把高以祥从高挑男模 拉拔到戏剧男主角 对高以祥自然也是疼爱有加 怎料却发生汗事 王军在第一时间就飞到大陆宁波处理 也陪伴高以祥的父母处理后事 经30日下午 王军在脸书发文 人家那么信任地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们却把人家的宝贝弄丢了 短短两句话 道尽王军心中自责 可想而知 王军心中打击如同痛失爱子 贴文一出 亲友 网友纷纷表示 王哥不要太自责 顿号 请节哀悟再自责 阿弥陀佛 王大哥 我们都懂 自责表示您是负责任的人 但事情不怪您的 只能说他人间任务太短暂了吧 顿号 不要这么想 大家心里都明白你们的好 请他们家人和你们都要保重 没有人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军大哥和秋姐 沉住气先把事情好好处理完 你们保重 孕与意外 谁都无法预测 谁会先来临 王大哥和秋姐请勿自责 贴心善良的以祥肯定 不希望看到你们为了他一直活在 自责愧疚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